美国的危机感越来越重 美国的出手动作也是越来越极端 美国也越来越不考虑所谓门友国家的利益 更遑论其他国家的科技企业在中国市场的利益 美国此举形同是在对其他国家的高科技企业形成一种压榨 这种情况也不可能长期的持久下去 于是我们看到了荷兰的光刻机巨头 阿斯美亚公司也不再忍受了 公然不理会美国三番五次的各种禁令要求 要继续拓展中国的业务发展 同时阿斯美亚会加大在中国的人才布局 加大招聘的力度 我想阿斯美亚此举是代表着自身利益的一种体现 也是对美国长期咄咄逼人提出各种不合理 甚至是不可理喻要求的一种反击 那么我们该如何去解读这些最新的进展呢 我们今天就来和大家说道说道 首先还是请各位朋友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者点击节目下方的链接 了解一下我们的中秋好礼 可以自用或是赠送亲朋好友 感谢大家的支持 言归正传 我们都知道美国最近又对全球最大的光刻机企业阿斯美亚提出新的要求 要求阿斯美亚公司不要对中国销售14纳米以下的DUV光刻机设备 然而面对美国方面的无理要求 生存压力巨大的阿斯美亚公司这次直接选择摊牌了 要知道在此前各大半导体公司可都是为美国马首是瞻 有些朋友说 哎呀 你看这些公司一个一个的都贵了 看到美国人好像都执不起腰板 抬不起头篮 实际上呢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 美国在全球半导体上游的对供应链的控制我们也都知道 很多公司呢 也是逼不得已 美国商务部曾经要求全球大型的半导体制造企业提交相关的商业机密 包括有哪些客户清单是哪些 生产几纳米的芯片 多少库存 甚至呢 粮率有多少等等 实际上这些数据本身都是各大半导体公司的核心机密 试问 如果不是因为这些公司的脖子被美国人给卡住了 他们又如何会愿意违背商业基本道德 把相关的商业机密要乖乖的交给美国人呢 其实也都是因为商业利益 也都是因为担心美国从供应链的上游来影响到相关企业的利益 比如说把你纳入所谓实体清单 比如说对你进行供应链的管制 不许你买这个 不许你用那个 过去美国针对东芝半导体 美国针对甚至法国的阿尔斯通 那进行了司法调查等等 实际上都是同样的作为 但是这一次我们看到 荷兰的阿斯美尔的公司举动 难道就不考虑美国人会对他们动手吗 难道他们就不怕吗 其实如果我们仔细来这个分析 仔细来衡量就会发现 因为美国已经把包括阿斯美尔等这些半导体巨头公司给逼到墙角了 那么为了自身的利益呢 也就豁出去了 我们认为呢这个一个公司它必然会以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为它的出发点 其实如此分析各种事情也并不复杂 也是合乎情理 谁哪家公司甚至哪个国家不考虑自身的利益呢 我们个人有很多时候也都是如此 但是你想阿斯美尔公司它有其自身的利益 美国如果说对它发动制裁 是伤害阿斯美尔公司的利益 如果阿斯美尔公司现如今处处为美国马首之斩 什么都听美国的 DOV也不卖 什么都不卖 那么美国未来可能会提出更为苛刻的要求 试问阿斯美尔公司难道就不损害自身的利益吗 两害相权取其亲 这个道理我想并不复杂 所以阿斯美尔的目前没有理会美国 希望不要出售DOV设备给中国这样的一个要求 阿斯美尔公司直接回绝 其根本出发点 还是为了维护自身利益 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来看一看 首先第一点 阿斯美尔公司同样面临着其生存的问题 任何一个企业 讲白了能挣钱就能长期的发展 就能有利润去为它的企业 为它的产品不断提供研发的资金 甚至给它的团队的发展 企业的发展 员工的福利各方面 如果没有利润来源了 如果不赚钱了 那你公司如何长期发展呢 如何进行长期的投资布局研发的活动呢 我们看到今年的一季度 阿斯美尔公司的盈利已经出现腰斩的情况 二季度虽然再次取得了大幅度的增长 但是呢 它却比预期全年的营收增速只有10% 为原来预计增长20%的一半 实际上也就是说 它本身的增长速度 比预计的增长速度呢 要慢了很多 直接对坎 这主要是因为它对于全球芯片行业的发展 有所担忧 全球芯片行业 已经从此前的火热的状态迅速的冷却 今年上半年 诸多芯片行业 包括美国的射频芯片 模拟芯片 以及韩国的存储芯片 都表示库存高企 美国芯片企业甚至大幅降价九成 希望能够找到客户 这也已经足以证明 全球芯片供应 已经出现过剩的情况 这已经是一个现实问题 必须面对的问题 对吧 既然已经出现供需逆转的情况 你想 它是整个的产业链的链条 如果消费者没有再去买单 没有再去掏腰包 那么作为中端的消费市产品 消费电子产品的品牌商 他们又哪有钱去向上游来采购相关的芯片呢 如果芯片库存高企 对于堆在库房里卖不出去 他们又哪有心思再去新建更多的半导体工厂呢 其实这本身而言都需要老百姓 都需要消费者 掏腰包来支撑这整个链条上的商业运作 而现如今情况就是发生了逆转 芯片供给过剩 这已经是全球热烈展开芯片产能竞赛 因此而变得停滞的一个重要的表现 如此一来提供光刻机设备的阿斯梅亚公司 必将遭受重创 甚至光刻机需求下滑的幅度 比阿斯梅亚公司所预期的要更加严重 毕竟芯片制造是高投资的行业 投资机构一旦看不到盈利的希望 就会迅速停止采购光刻机 光刻机可不是我们随便买个什么设备玩一玩 那价格是相当的昂贵 一台设备买来之后 都要经过很长时间 才能够把你的付出去的设备的钱给赚回来 如果看不到长期持续盈利的希望 那么相关的投资机构又怎么可能 把钱砸在这件事情上呢 除此之外我们来看看第二点 也就是美国所针对的中国市场 对包括阿斯梅亚等任何一家国际性企业来说 再怎么强调中国市场的重要性都不为过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 阿斯梅亚公司至今未能对中国出售 EUV的最先进的极紫外线光刻机设备 但是中国市场仍然成为了阿斯梅亚最大的市场 2021年和今年的一季度 中国市场给阿斯梅亚贡献收入都达到三分之一 超过了很多其他的市场 其他的企业在当下全球芯片制造项目可能停滞的情况之下 中国市场可能成为唯一继续扩张芯片产能的市场 因为中国希望到2025年实现七成芯片的自给率 而在芯片下行的现在的这个阶段呢 光刻机等等设备的价格实际上呢 已经更为便宜 所谓逆周期扩张也有助于中国进行低成本扩张芯片的产能 我不知道大家是否能够理解这一概念 不管怎样任何行业都有其周期性的规律 半达底行业也是这样 其他行业也是如此 一个周期出现波谷和波分 那么波分的时候赚了钱 波谷的时候就要好好整顿整个行业 而现如今芯片行业的波谷和中国对芯片行业的波分 形成了一个全球与中国之间啊 这样一个相互对应的关系 如此情况之下呢 中国市场对阿斯利亚的重要性也就变得毋庸置疑 甚至更加的啊 这个依赖中国市场 安东之下 谁又能够给企业带来现金流 那么实际上就是雪中送炭 更何况中国市场还可以给阿斯利亚公司 带来丰厚的利润 此前中国大局采购日本的二手光刻机 推动了日本二手光刻机价格竟然翻倍上涨 要知道二手设备啊 不是新设备 结果呢价格竟然上涨一倍 实际上中国市场不仅对阿斯利亚这类的光刻机企业 非常的重要 对于韩国存储芯片 美国芯片这个行业 同样的是非常重要 他们的芯片企业都希望中国企业能够采购 更多的芯片来帮助他们呢消化库存 这些事实阿斯利亚公司当然是看在眼中 中国市场一旦失去未来再想回来 恐怕就不是简单的事情了 所以在权衡利弊得势之际呢 阿斯利亚公司必然是要做出非常理性 非常现实 基于其企业自身利益的慎重决策 那么第三点 我们来看看美国的要求 美国要求和阿斯利亚自身的战略布局两者之间存在着结构性的矛盾 阿斯利亚表态希望继续与中国的芯片企业中国的市场进行合作 面对当前的市场现实 阿斯利亚的高管已经表示了 DUV光刻机已经是一个成熟技术 限制对中国出售 DUV光刻机根本无助于全球芯片产业链的良性发展 那么道理呢其实很简单 也就是说阿斯利亚公司的老板直接发发 DUV又不是什么核心技术 又不是什么先进技术 又不是什么美国必须管制的技术 你没有道理让我不卖给中国 而且呢如果不卖给中国 全球的芯片产业链都会受到影响 到时候受害的可不仅仅是中国的企业 恐怕连美国很多需要 比如汽车芯片的企业呢 汽车品牌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实际上呢既然阿斯利亚的这个CEO 都能说出这样的一番话 也就表明了他的态度 以及阿斯利亚的战略布局 阿斯利亚公司希望能给中国 继续供应DUV光刻机这样的诉求 这样的战略安排呢 已经非常清晰 这可以说是阿斯利亚公司 正式和美国摊牌的一个重要时刻 阿斯利亚当前也在大局扩张 第一代EUV光刻机的产能 业界预期到2024年 第一代EUV光刻机的产能 将会上升一倍 但是像包括台积电三星 已经完成了3纳米工艺的量产 英特尔公司的英特尔4工厂 也已经完成了建设 争取今年下半年投产 它们的更为先进的工艺 将需要第二代的EUV光刻机 那么对第一代EUV光刻机的需求 也将会逐渐的减少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阿斯利亚公司仍然大局扩张 第一代EUV光刻机的产能 业界就普遍预期 阿斯利亚公司就是希望 在第二代EUV光刻机量产之后 那么第一代的EUV光刻机 已经不属于先进技术 而将第一代EUV光刻机 供应给中国市场 当然这是阿斯利亚公司在打的算盘 因为需要EUV光刻机的 只有三星台积电英特尔和中国市场 如此也就不奇怪 当美国方面再次要求阿斯利亚公司 不要对中国出售14纳米以下 低右位光刻机之际 阿斯利亚方面表达拒绝的态度 如此的清晰 毕竟如今的环境 对于阿斯利亚来说 颇为艰难 中国市场可能对它的生存产生 重要影响 为了生存 阿斯利亚公司当然要争取 自己的大客户 而不希望一味的顺从美国方面的要求 同样 我们看到对于美国方面 无理要求皱起眉头的 尤其只是阿斯利亚公司一家 我们还看到韩国政府 以及韩国的高科技企业 原因和基本的立场 与阿斯利亚公司的处境 可以说是非常的相似 两者之间也算是难兄难弟了 韩国方面和阿斯利亚方面 对中国的出口 最新的数据都出现了腰斩的情况 这样的处境也都让各方认识到 中国市场的重要性更为突出 不久之前 韩国发布上半年的出口数据 其中对中国的出口是28年来 首次出现逆差的情况 主要是因为芯片对中国出口腰斩所致 这也让韩国再次认识到 中国市场的重要性 韩国公布的今年上半年出口数据显示 它对中国的出口衰退 主要是因为芯片出口下滑导致 它对中国进口芯片及设备 较去年同期下滑52% 而2022年上半年 它对中国出口的芯片及设备 占它对中国出口额的40% 韩国对中国出口的主要是存储芯片 摄像头OLED面板等等 这些产品与半导体都有直接的关联 这也是韩国方面最大的优势产品 包括像三星SK海力士等等 这些全球前两大的DRAM的芯片企业 也是全球前六大的NIF Flash的芯片企业 三星又是全球最大的中小尺寸OLED面板企业 第二大的CMOS芯片企业 LGD则是全球最大的大尺寸OLED的面板企业 韩国对中国的出口衰退 让这些企业也都蒙受了不少的损失 中国则是全球最大的芯片采购国 2021年中国采购了4000多亿美元的芯片 占全球芯片市场份额的近六成 今年前七个月 中国进口的芯片减少了11%或430亿颗 与韩国对中国的芯片出口减少进行相互印证 中国不仅在芯片进口量方面减少 对芯片设备的进口也在减少 这已经对光刻机生产商阿斯米亚造成较大的打击 阿斯米亚公布的业绩显示今年二季度 中国大陆贡献的收入只占其营收的10% 而今年的一季度和2021年的中国大陆 为它贡献超过三成的收入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芯片采购国 这几年也在大局扩张芯片制造产能 2019年至今在全球规划86个芯片制造项目当中 其中有31个就是位居中国 由此中国大局采购光刻机等等设备 这也曾让阿斯米亚获益良多 当时阿斯米亚生产的光刻机 完全无法满足中国的需求 为此中国不得不大局从日本采购光刻机 那么这个事情前面我们也有所提及 我们看到现在的情况就是由于美国方面的影响 阿斯米亚公司对中国的光刻机出口受阻 对它的业绩已经形成了打击 接下来在全球芯片制造项目可能停滞的情况下 中国市场可能会成为唯一继续扩张芯片产能的市场 因为中国目前就是要做到国产替代 而且还有一个更为要命的因素在影响着这个格局 那就是中国的很多需要芯片的厂商 特别是电子产品 消费电子的一些品牌厂商 他们对于完全使用国外的芯片 已经感到非常的担心 即便是使用国外代工厂所生产的芯片 因为谁也不知道 下一份美国商务部所拟定的黑名单之中 会不会出现相关的中国企业 如果美国方面不断的在用政治力 介入全球科技产业链供应链 那么中国的很多企业 就只能在中国大陆内部来寻找芯片的供应来源 包括从设计 从芯片的代工生产 一整个链条都在中国大陆完成 如此这样才能够让各个企业感到安全 因为即便是成本稍微高一些 如果我的供应链安全 我才敢大力的来设计研发 推广我的产品 这个道理本身实际上是并不难以理解 在当前芯片下行的阶段 光刻机等设备的价格实际上是更为便宜 我们前面所说的逆周期扩张 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中国市场对阿斯美亚的重要性毋庸置疑 中国市场对韩国等半导体出口的国家来说 同样是非常的重要 芯片业界已经慢慢意识到 美国种种要求对他们可能带来的重大损失 甚至连美国芯片也开始诉求中国企业购买更多的芯片 来帮助美国的芯片厂商芯片设计企业解决库存问题 这都在提醒着全球芯片业界要重视中国市场 韩国芯片产业和光刻机巨头阿斯美亚的遭遇或许会让各方重新重视全球合作的重要性 毕竟如今各个经济体各个行业之间的紧密联系 一旦经济链条被打断 对任何一个参与者都并非是一件好事 所谓合作才能共赢 才是当前经济运行的要点 实际上以上我们所列举的阿斯美亚公司以及韩国科技企业的处境 只是中美博弈过程中两个例子 而同样处境的国家和企业还有很多 由此我们也必须看到 半导体如今正处在中美两国权力斗争的核心之中 我们现在可以大胆的说半导体将取代石油和天然气 成为全球大国的顶级战略资产 而且这个答案现在也是非常的肯定 因为他们已经成为全球权力斗争的所谓兵家必争之地 特别是在中美围绕科技问题日益紧张的形势之下 中美两国竞争日益升级为科技战 在当今5G通讯环境之中 从智能手机高科技武器到医疗设备甚至太空战 但半导体都是关键的一个组成 而中国台湾地区目前占全球半导体市场的64% 仅台积电就占全球需求的54% 华盛顿方面担心 从美国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 美国担心中国直接或间接的控制台积电 也就控制全球重要的半导体供应链 那么这有可能使美国变得很脆弱 当然也有很多朋友会说 美国总是喜欢去吃人说闷 就想动不动搞什么航行自由行动 那意思仿佛谁不允许海上贸易航道正常运作时的 当然抱怨归抱怨 美国确实就是这么谢斯底里的思考问题的 我们必须要明白这是现实情况 按照美国这样不合理但深信不疑的逻辑推理下去 就会认为中国以及东北亚的半导体工业聚集区域 对美国利益构成直接的威胁 因此美国着手摆脱这一状况 比如美国正使用软硬监视的方法 着力吸引或命令要求台积电在美国建造芯片工厂 美国最近还批准了芯片法案提供补贴 我们节目中也说过 但是提出一个无理要求 那就是只有不与中国大陆做生意的公司才能够获得美国的补贴 讲白了你这个法案不是明摆着针对中国吗 这个事情本身所有人都看得很清楚 这也将加大对芯片制造商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的压力 今年早些时候 美国邀请日韩等半导体主要制造基地 一同加入芯片四方联盟 这个平台旨在对抗中国在全球科技供应链之中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并在半导体领域孤立中国 华盛顿正向韩国方面施压 要求其加入美国领导的半导体集团 而北京方面则是敦促韩国不要这么做 首尔方面正在面临巨大的压力 左右为难 韩国担心加入该集团可能会导致与中国之间的摩擦 而与此同时中国市场是韩国 是韩国企业根本无法去绕过去的 无法丢失的 否则其利益将会遭受重大损失 美国和日本合作开发用于量子计算机和人工智能最先进的下一代半导体 似乎也在提醒着韩国以及包括台积电在内的半导体公司 如果你不听话 我美国就和日本单干 对吧 我要做出比你们更先进的产品来把你们打趴在地上 也就是软硬兼施 当然 也有很多人分析认为 美国和日本方面做出这样的姿态 什么哪一年要量产两纳米芯片等等 实际上专业的分析师认为 美国和日本吹牛的成分比较大 真的要把它做出来呢 实际上两国目前都不具备相关的技术 难度可想而知 为了确保未来在半导体技术方面的领军地位 美国还准备和韩国公司三星电子SK海力士结束 希望这些公司都去美国进行投资建设半导体的代工厂 但是这些公司面临着两难的处境 如果他们选择站在美国一边 将会失去中国的支持 半导体日益被大国视为地缘政治的核心战略资产 这也表明全球震惊秩序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 显然目前在半导体霸权问题上 正在上演的冲突和和解 未来数月之间随时可能急剧的改变全球的平衡状态 韩国方面的态度也说明了一切 那就是不得针对中国无论参与美国方面的哪一种所谓什么芯片四方联盟也罢 什么半导体集团也罢 韩国方面已经提出了一个基本的要求 就是任何和美国方面进行的半导体合作都不得针对中国 我想韩国方面提出这一要求本身实际上也表明其思路还是清楚的 如同前面所说阿斯美尔公司其实他也做出了几乎同样的角色 那么也就是不会离开中国市场 对于这些半导体巨头们来说 同样会面临着不可想象的结局 那就是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 站任何一方都不可以 都会面临重大的利益损失 所以这个钢丝神无论多么的难走 恐怕这些企业这些国家还得要继续的走下去 而让这些企业把他逼上走钢丝处境的 不是别人正是他们口口声声号称没有的美国 而且我们看看目前的这种状况 即便是未来所有的企业在走钢丝的过程中 为美国马首吃瞻 处处考虑美国的利益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们继续在中国市场经营 美国是不是就一定能够允许不对他们发动制裁呢 我看这还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 而且这些企业未来也未必会完全顺着美国的意愿 处处都听美国的话 我认为往后恐怕是越来越会让美国方面失望 那么今天我说这样的一种看法 我们持续的观察 我认为这些企业在现实的利益面前 他们会选择和美国之间保持距离 我们后续持续的观察 以上就是本期和大家分享的观点 欢迎大家给我留言讨论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